那当然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演习是很早就准备好 所以东部战区也好 海景也好 一连串的宣传片齐发 这个宣传片里面的信息含量都奇大无比 今天有几个可以说是落实了大家之前的一些揣测 你看到这个宣传片里面告诉大家说什么 从03年4月03年8月到今年5月跟10月 所有的对台军事行动军演当中 歼20从来没有缺席 这等于是大陆官宣了 因为过去在台湾有很多揣测 有来还是没有来 东部的一声巨响是歼20吗 在那么多的围台绕台当中 歼20到底有没有因为我们无法发现 人家是第五代隐身战机 现在直接告诉你 不但这次有来 而且这次就是利剑逼算是主力 他还把那个图做出来画给你看 然后据说是这个大量的歼20数量多少我不知道 没有写 但他还要告诉你的是 在过去四次的对台的军演当中 歼20从来没有缺席过 这个信息含量奇大无比 稍后我问一下这个帅将军 你看海报中不但宣传片里面有海报在写 歼20隐身战机穿透打击 联合力舰高悬头顶 海报有宣传片有还不够 歼20的飞行员自己接受了央视访问出来讲话 说什么呢 他说我跟战友在这一次演练的核心任务 是突破敌军的防空系统 夺取区域制空权 并且直接检验空中警戒加油 所以有运游机嘛 对不对 对抗等实战能力 有没有 影片海报自己受访 告诉你满满的歼20的概念 所以过去我们所有现场来宾的揣测 因为我们的国防部从来没公布 但是现在这个信息 信号再清楚不过了 歼20一定来 你想想 你好不容易发展出了隐身战机 拿台湾做一个试炼的身手最好的地方 如果被台湾发现了 那他自己的缺陷他要不要赶 如果不发现 他是不是可以大批的来到 他执行任务地区去侦查 我跟你讲 还有一个问题 两岸当然一旦爆发战争的时候 我们可能地面的飞机跑道被炸了 对不对 起不来 可是天上有巡逻的飞机 巡逻的飞机对他登陆的部队也是有威胁 巡逻的来干什么 第一批就把你这个打掉了 因为战况紧急的时候 我们天上一定有白天晚上都有巡逻的战机 它就根本不让你有一点点生存的余地 因为巡逻的主要任务叫开门 踹门 这个大门踹开 就是说你所有空中对我威胁的东西 我都给你弄掉 第二个 如果台湾没发现 那我就请问我们的铺杂雷达在干什么 花这么多钱 每年花34亿去维修 情报资料你不给我 我还不知道你的情报能不能锁到歼20 这个问题很严重 花那么多钱 雷达没看到 很显然没看到 讲老实话 这是历见什么逼 对台湾老百姓好像没什么影响 大家老神自在 麻痹了 我要是老共 就干脆不要动用这么多人了 拿个千二零 突然在总统府前面现身一下 来个音报 喷射机 它的低音速 突然转到高音速的 超音速的时候 会产生很响的音报 上次在东部就是这样吗 对 音报很容易查 是我们的音报 还是它的音报 因为我们所有的飞行在塔台 你的起飞的速度 跟你超音速的速度 很容易查的 你在这边没有做超音速飞行 你就不会有音报 所以假如你查了 我们没有做音报的那天 那天音报就是它做的 也就是我讲的 也是一种示威 我突然碰来一次音报 你还找不到我 那我的隐身效果 那其实历见诗艺 就不要花那么多钱 来那么多船了 你就在总统府前面 先来个低速 到了那个时候再来个高速 砰一声 就明了 所以这个问题 历见逼 主要是显示两样东西 所以就凸显了 我们海军司令 讲的话是有道理的 第一个海警是做封锁 海上执法 没收你海域的主权 但是你在封锁的时候 台湾这么多年 我们在以前当军人的时候 就有反封锁计划 反封锁就要采取作战的行径 你封锁我 以前我们讲了 我上次的别的节目讲 早在我上校的时候 刘和谦就开始要开苏澳港 要盖嘉山基地 台花莲机场 部署那么多飞机在花东 还要做一个苏澳军港 就是怕被人家封锁的时候 我们还有对外突川的一个通道 所以中国大陆这次海警船17条以外 它还有差不多16、7条战舰摆在旁边 那什么意思呢 我封锁你 你如果要执行反封锁任务 那就我就出师有名了 你来打我 那我就签灭你 所以海军司令讲的是有道理的 我们绝对要克制自己了 你这个时候出手就给人家机会 因为人家后面准备好了 16、7条战舰 还有一条辽宁舰的航母 还有154架次的空军在后面等着 就是说后面那个拳头比封锁的拳头还狠 那你去惹这个封锁的舰支 是不是给人家造成一个机会就把你灭掉 所以这个东西 台湾司令讲的没有错 为什么这次国安会议开警机会议 没有参谋总长参加 没有海军司令参加 没有海水署参加 因为这个地方不能讲实话嘛 那搞些蛋头在那里讨论讨论就算了嘛 你要参谋总长来 两手一摊 我不能出手 我出手的话就引起海战 引起空战 对不对 那这个安全会也开得下去嘛 是啊 那就很难听了 万一这个谈话讨论的内容卸出去 自己打自己脸嘛 所以这个问题你把前后 逗起来看就合理了 网民不是在质疑吗 你国安高层跟人家外国的什么学者专家 国安的谈话里面居然没有一个现与军人 是啊 因为一位军事专家 这是军事威胁在免钱 对不对 人家威胁的程度有多大 我的因应策略是什么 我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 这个才是在国安会议里面主要谈的东西嘛 我要不要反击 我要不要突破封锁 我要不要采取军事行动 这都是你国安会议要听取 专业军人的建议嘛 对 所以这个东西你把前前后 通通算在一起看看 道理就出来了嘛 不能让他们参加嘛 参加唐总司令又来一句 我们要克制 只能目以目受 我觉得这个参加这些军事将领 应该现场也会很难过了 当然嘛 讲实话现场的气氛就不是他 不是绿营想要的 但他不讲实话他也很难过 你能讲说 我能够传体签灭他签 立舰逼的引力吗 你讲不出来嘛 对不对 因为我跟你讲 我看这个演习跟你们看不一样 我是看后面那个后手 那十几条军舰 辽东 这个辽宁舰为什么要摆在花东外海 因为花东外海就是你嘉山基地 跟花联机场两个重要的 这个飞机的好的战机都在那里 苏澳港是你的军港 这边摆在这边 外面正缘 因为我们当年的 区域拒止 我们当年的想法是什么 只要突出到太平洋里面 跟美国的军团海上掩护 结了 这个通路就通了嘛 就不会被人家锁死嘛 我重要的战略物资要能进来 重要的人物要出去 都是这个通道 那现在辽宁舰摆那边 我请问人家来不来 你出不出得去 所以看戏看门道 我看的不是那个海巡舰在那里游行 什么爱心做个环 那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那这是话术 关键是他为什么来一百五十四家飞机 为什么来那么多战舰 你是封锁嘛 对不对 其实就用你出手 你出手不出手 你出手我就明正言顺地打你 所以海军唐司令讲的是实话 我也很为国军感到憋屈了 没办法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Giovanni